露營就是怕風大啊 雨喔 露營對雨 下雨的話可能還好一點 就不舒服 但是起風是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我要帶你來看一個慘狀 這個 吹得很慘喔 已經整個吹翻了 主人不在 他剛剛飛起來的時候我嚇死了 他的鍋碗瓢盆都飛走了 哇靠 太慘了 主人不在 他回來看到應該會嚇到吧 我這次比較幸運 我沒有壓石頭 正確的做法是應該要壓石頭的話 比較安全 我這邊的 你來看一下我這邊 我的天幕帳我已經收起來了 這是我的天幕 我這邊都拉一個主線 然後旁邊這邊都是欄杆 因為這個很 我本來不喜歡這個欄杆 說 我覺得 說 風景 好像有煞到 現在 我愛上這個欄杆了 因為這個欄杆喔 你看 我 我的那個線啊 很多線都是掉在這個欄杆這個地方 然後而且我這邊是一個槌子的角度 有一個 有一個 90度的角的欄杆啊 下一條線 我上面還可以掛那個廚房的東西 很方便 超好用的 我現在覺得欄杆超好用的 不用擔心我的 不用擔心我的天幕啊 會飛走 也不用擔心我的 吊蟲會飛走 很好用 剩這邊 這個底下 這兩邊 這兩邊 因為我這邊的地是超硬的 超硬的 所以我這次就沒有加石頭 然後也沒有飛起來 他那邊好像是木杖板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釘的 整個飛起來了 所以露營的時候 你們要小心你的帳篷飛走 尤其在海邊的話 一定要壓石頭 海邊的話 根本就是 沒有辦法釘啊 我帶你們去看一個 人 他很厲害 他的帳篷超穩的 一個正確的示範 去看一下 現在 現在帶你們來看一下正確的示範 而且我覺得他的帳篷好酷 然後 他的那個風火盤超酷 應該有點像火箭爐啊 可是我都沒有看到主人耶 可能我那個方向我就看不到 我帶你看一下他的石頭壓得超漂亮的 他壓得超穩的 他應該很有經驗 前門沒有壓 這個 天木有壓 天木跟這裡 可能是這邊比較容易吹的 所以他這邊有壓石頭 然後天木的話更容易飛 所以他壓了 哇 這邊是連起來的耶 所以他的帳篷跟這個 是連起來的 這樣超穩的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耶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耶 他這樣子以後我要再招我要學起來 還有這個 超大石塊 因為他這邊沒有辦法直接拉 這個 所以他後來還有在補牆 接到欄杆這邊 超帥的 超帥的 這個超穩的 你看剛剛風那麼大 他都沒有飛起來 他這個 他這個是最 我覺得是最成功的示範 不過要找到那麼 大堆的石頭 可能剛剛好就在這附近吧 很成功的示範 我要學起來 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